今天吃个鹿绒菇炒腊肉 全是小骨仔 这个鹿绒菇炒腊肉五花肉都好香 姐妹们 这个骨这一次给你们卖的是这种干的小骨仔 这个而且是提前跟农妇预购才有这种提前采摘 才用这种小骨 一般的话你们在市面上买的那个骨 是不是又大个又长条 但是姐妹们内行人都知道 那个骨大条长条吃起来它是比较柴的 如果说喜欢吃骨的人绝对是喜欢吃这种小骨仔 又嫩又脆一点都不柴 我这里是250克的分量姐妹们 看没有给你们看一下泡出来 姐妹们冷水泡40分钟 泡出来可以煲汤 汤鲜味美可以拿来炒来吃都可以的 全是这种小骨看到没有 嫩嫩脆脆的 这里有100克的分量 50克吃一餐 100克的话吃两餐炒两盘 这里的话就是250克的分量 可以炒上五盘 一斤炒十盘 个人建议拍250克甚至到一斤的 一定要去拍这个骨的话 真的是小骨真的是很难买到的 吃过西满厨的鹿绒菇 你们就果断去拍它 这个干的鹿绒菇的话 菇香味还更浓郁一些 最近都吃上头了姐妹们 而且今天一早起来有 有一个姐妹说她又肥够了四包 真不骗你啊 姐妹们收到货每一个人都支持你 试吃一餐 像这种鹿绒菇算是菇内里面比较好吃的一种 因为它口感好玩脆脆嫩嫩的 我们这一款骨老人小孩都比较适合 像那种大颗的老人小孩很难嚼 这一款就不会 只要有牙的都能嚼动 看一下配料 只有小鹿绒菇 看了没有 等级一级250克 保质期12个月 这个都是龙虎产品 没有任何添加 最近腰门都喜欢上这种干货了 我们煲汤的话就是洗一下 直接放到 就是说泡好了 泡40分钟过后 直接洗一下放到食材里面一起煲 它不会炖烂的 我们炒的时候 就满冷水泡了 你炒腊肉正常炒 放点水给它焖上四五分钟 干货的话 焖一下会更好吃一点口感 如果说你炒四肉腊肉 炒四肉五花肉 放水才不好看 是不是 也就泡40分钟再焯水 四到五分钟 再直接爆炒就行了 这样子就不影响了 都可以啊 我今天找一个大碗 我每次吃这个我能吃一大盘 全是小果 炖汤 排骨汤 鸡汤 是不是鸽子汤 鸭汤都可以 咱们喜欢拿来炖鸡汤 鸡汤 鸡汤 里面 桂磁汤 资 bog 我要就是鸡汤 划 是否真的有趣 我可以剛剛吃到 好好吃 我可以吃到 好好吃 很酷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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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吃到 我可以吃到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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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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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